他們兩姊妹就分享一下隔床睡 我宋神就睡一下隔床 我兒子就很自然跳上去床玩 我就順勢再次摸他大腿 剛好他轉身之後 把皮就被他扯走了 大腿後側 我當然不客氣 我兒子一直爬來爬去 我的手就伸進去摸他大腿後側 歡迎收看港南港味 我們今天嘉賓主持有媽女就是紫欣 Hello 紫晴 姐姐姐妹妹 記得了 化灰形得你倆 一個是包包面一點 一個是放進去一點點 這個面珠燈 那有沒有人說誰比較漂亮 沒有 一半半 通常女生會覺得我比較漂亮 男生會覺得她比較漂亮 那男生覺得漂亮一點是不是比較重要 不是 我們喜歡女生覺得我們比較漂亮 為什麼 因為女生覺得女生漂亮 那個女生就是漂亮 有眼光 是 哦 這樣的 男人覺得那個女生漂亮 但可能很多人眼中都未必覺得那個女生漂亮 那些男生太低了 那些眼角 是嗎 很低B 很低俗 那要女生都認同漂亮才是真美人 是 以後有女生稱讚我英俊其實也沒什麼用 是 是 男人都稱讚我英俊 這樣就好很多了 你們是刺激的 哈哈哈哈 我管這些男人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你們有沒有試過 不是情侶 有些人來摸你 那你們不懂得反應 那些那些好像是非禮 是呀 非禮 非禮應該有試過 我問了很多人都試過 多多少少都試過 是嗎 借些耳 借些耳應該這樣說 通常那一刻你不可以馬上說 你是否抽水 你這樣會先冤錯人 是 所以不出聲 例如有些什麼情況呢 所謂的借些耳 地鐵 可能阿阿彭彭彭 是呀 是呀 你感覺到的 你感覺到他可能在碰你 但是 是否不是呢 會這樣說 但你不會馬上說那個人 是否真的碰到你 那我就會通常不出聲 就有他 你們都是很好欺負的人 就碰到你 就算了 不出聲了 因為我寧願放錯一個人 比我冤枉了一個人的稱譽 整句說話就是寧眾蜜王 是嗎 是呀 好搞笑 但是有些人 是否你說的借些耳 會比較明顯些 即是你擺明我知道他是這樣的 有一次我試過 跟姐姐做一個朋友 我們走尖沙咀 有一個外國人 一下子中了我的胸口 然後我就噢 用什麼東西中了 手啊 他為什麼打斷 他這樣拍了 我就噢 然後我的朋友看到他 他為什麼掩著我的胸口 然後我說沒有 好像被人碰到 我這樣說 然後後面有一對情侶 就說是呀是呀我看到 是不是他呀 這樣 然後我的男朋友 就追著碰到我那個人 叫他說抱歉 但是他逛逛逛 為什麼可以一掌 鐵沙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碰到 迎面英國拍 然後就很快就走了 我們就回頭追回去 那些不是借一些 那些是非禮 本來我們都不是很確定 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後面有一對情侶 是剛好站在我們後面 看到 是他呀 這樣就 噢 本來我都沒有想著追究 嗯 但是 那都是道歉就算了 那他有道歉的 有 那有沒有人問他原因 Why did you do that 沒有 沒有 他就是 你想我怎樣 是你想我怎樣 然後走 哇 那挺好的 對他來說都放過了他 都已經很輕鬆了 說了sorry 但是他都不是借一些東西 他擺明是非禮 我碰你的胸一下 他就走了 但是我講的借一些意 就是 你不能說他馬上有 例如是什麼 你坐過一點就碰他 說你坐過一點 不用摸到腰 摸到腰 摸到屁股 那些就真的是借一些意 你們有沒有經驗 沒有 沒有這些 一來就拍你的胸 那些方數都是不認識的人 就是認識的人 就不會這樣做 就是一瞬間那一刻 是 因為我都聽過不少是這些 當然這些不同行業都會有 我只是聽過 所以我自己都盡量小心一點 嗯 可能我都是其中一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一點 是 但是 OK 我們這次就和摸別人有些關係 那今天呢 就是男士自己打上來 說回他摸別人的經驗 是不是很變態 哈哈 好 我去聽一下Paul的經歷是怎樣 Paul 在這裡 是 你的經歷是怎樣 好 那件事就是 我和我小兒子發生的 那就是我老婆的妹妹 那我老婆呢 她就有兩個妹妹 那我講的是她小兒子的妹妹 其實這件事很簡單的 我和她呢 是沒有上床的 又或者準確來說是沒有上床的 那我就想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我呢 就有兩次摸過她的經驗 那所以我看看其實我是不是可以進一步和她有什麼發展呢 那首先就講我和她的關係啦 那我們都偶爾有家庭聚會 那他們一家三姊妹呢 就是一起會和我們家裡吃飯 那也都會在家裡打遊戲玩Switch 那我自己也都是有兩個小朋友的 那兩個小朋友呢 都叫她做依依啦 那我有時都會留下了阿依仔他們的家裡 那我和她呢 就不算有很多事情聊啦 那你也知道啦 就是你說完全不聊天 又好像很奇怪那樣 那所以其實都是一句起兩句子 那行話加上 奇怪呢就是 有一次節日派對 就來了我們家裡燒東西吃 那我家裡呢 就是村屋來的 天台可以燒東西吃 都挺方便的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兩層啦 我住頂樓 還有一個天台 那很多人想去燒東西吃 那我姨仔呢 不如叫我姨仔呢 就叫蘇神一下 那蘇神呢 她就在樓下沙發那裡休息 那其實本身都沒有人理她 那有些喜歡打遊戲 有些喜歡做什麼都可以啦 那但是 那一刻呢 那全部人都已經在上面 準備起火小東西吃了 那我見差不多 那些火都準備好了 那我就下去拿東西喝 和紙杯 那我就見到她在沙發睡著了 那我就走去拍她 那一刻呢 真的好像神推鬼弄 不知做什麼鬼 因為通常呢 我叫一個異性起身呢 我都會多數是 碰到她的瀑頭 或者手肘 那一刻呢 我是拍她大腿 那當然不是大腿內側啦 是膝頭對上少少那些位啦 但是因為她是穿 那條裙子呢 是有點短的 所以呢 她的大腿位置呢 是沒有布的 那我直接就拍了在她皮膚那裡 那我拍完之後 才知道自己做錯事了 那大哥 人家說你非禮怎麼辦呢 就是我真是真真正正 摸了她的大腿內 但是幸好 那一刻她沒有醒 那我就走去廚房那裡拿東西喝 拿了很多東西喝 然後我又再看她一眼 我突然又在想 正常人的 就算你睡著了 我剛才那樣拍你大腿幾下 其實你應該都會馬上醒啦 那她會不會是在那裡炸睡呢 那我就再次拍她大腿同一個位置啦 那這次呢 就不是正常拍她的 而是有一點點按著她大腿在搖一下她 那她又是沒有反應 但是我還不是很肯定 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那我決定大力一點點搖她大腿啦 那果然 她也是不起來的 那不過呢 我是95%左右 是肯定她是假睡而已 未到100%的 那我就再拍一下她的頭 但她也是沒有醒的 那我決定一下 那我心裡真的有點離開 那我心想 為什麼我碰我的小衣服 那她是會睡的呢 難道她很享受我給她 即是我碰她 還是她純粹是因為剛才我碰她大腿 即是覺得不好意思去面對這件事還是怎樣呢 好奇心驅試一下吧 那我會用手去按住 她剛才拍她大腿的位置啦 嗯 我放一隻手在這裡 感受一下她的體溫 也讓她感受一下我的手 那當然她還是沒有醒啦 那我便開始上下這樣搖她大腿啦 嗯 那剛才我是小小力搖的 那後來呢 我試一下她的虛實 那我便再大力一點 就是搖她的幅度是再大一點 那正常我想下一步我應該怎樣做呢 那跟著呢 就有很多 在下一步你應該加點藥酒來搖她 你這樣搖她都還沒醒的嗎 就是你這樣搖她 可以有什麼 她暈了 已經搖得很緊要 你不是摸那麼緊要 你搖她 我以後都掉給下一步 你覺得她是否特意來到這裏 我真的想問問三位 即是姐姐妹和Paul 你自己覺得呢 Paul你先吧 我差不多98%已經覺得她是特意 給我搖她的 那姐姐呢 你覺得呢 我覺得正常 除了應該身體不舒服之外 沒有什麼這樣拍都叫不醒 摸到這樣也叫不醒 即是她暈了 未必是特意這樣 有你摸 會不會是有個可能是 她知道你摸她 但就是不想 那一刻醒了 即是面對見到她 你摸我嗎 還是 你特意的 即是你是不是非禮 我真的不想這樣直接質疑你 這個就是阿妹 阿妹被人非禮就是這樣 她說我不想面對 她是不是特意摸 糟了我張開眼之後 我怎樣 我投訴她 還是給她 我給她又不行 我投訴她 她不敢 睡覺 哈哈哈哈 假睡 姐姐呢 你覺得呢 即是 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是不可能 拍到這樣就是要醒的 所以就是 關不舒服 或者應該是要關心一下她 下一步 不是要想下一步要做些什麼 繼續下去 如果 反過來 剛才的情況 apply到阿妹那裡 如果apply到你那裡 就是說 都是 都是 有人走來 你睡著了 坐在一邊睡 我們這裡有沙發 你待會試一下 沒有睡 好了 然後有人 輕輕摸我的大腿 摸你的大腿 你會怎樣 我會醒了 然後問她什麼事 先生你幹什麼 你叫我 噢 你炸了 你叫我啊 什麼事啊 是不是開機了 拍攝了 來吧 對白呢 就是炸掉去第二個方向 這個方向 都可以 所以如果她 這個小衣仔 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做什麼 在上面燒東西吃了 走啦走啦 不好意思我睡著了 哈哈 第一次她感覺不到 有機會 還沒醒 還沒醒 但之後她又搓 其實基本上 應該要醒 所以你們都覺得是炸墳 好了 Paul也都覺得是炸墳 Paul 既然98%肯定 你之後再做些什麼 沒有啊 我正在想 剛剛我在想下一步 應該怎樣做的時候 然後就 樓梯後有些吵雜聲過來 噢 然後 那我趕快衝 因為我其實下來喝 就是拿東西喝 還有拿紙杯而已 噢 然後 立刻衝回去廚房那邊 之後 在那裡裝了 剛剛拿完東西走回去 是 然後 神奇呢 就是 我回進去之後 蘇神她暫時都還沒進來 但是大概5分鐘之後 她自己又上來燒東西吃 我也有偷望一下她的 看看她有什麼反應 就是有沒有看著我 還是怎樣 就是我心虛 其實那一刻真的有點心跳 結果呢 最後是沒事的 好了 第二次 就說是怎樣 第二次是倒轉 在她家裡發生 我老婆呢 她小的兩個妹妹 就是一起住 她在她家裡玩的時候 衣仔還沒起床 還在床上 我記得是星期日 是早上比較晚一點的時間 大概是10點鐘左右 可能別人上班 上星期日補免吧 她本身就關上房門的 其他人呢 就在小廳那裡玩一下 聊天啊 我兩個兒子 其中一個是3歲 她自己開門進去房 我就跟進去房 她們兩姐妹就分享一下隔床睡 那阿蘇神呢 就睡一下隔床 那我兒子呢 就很自然地跳上去床裡玩了 那我當然 就記得上次發生那件事啦 那我看到我兒子 都去到床裡爬來爬去 那我就索性 坐在床邊那裡 就當是照顧我兒子啦 那小朋友就在被子上爬來爬去 那我就順勢 再次去摸她大腿了 無論小朋友 還是我的動作呢 阿蘇神都是沒有醒到的 那其實我也挺肯定她是炸底的啦 那正常人 沒有可能不醒的嘛 那我就像上次這樣 按著她大腿上下掃 那這次呢 上下掃的時候呢 她是有轉身的 就好像睡著覺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 我們都會可能輾轉化 就是滑來滑去的嘛 那她就轉了身 在床邊那邊 就是轉去牆裡面 就是背向著 那我就覺得可以做得更加過分一點點 那剛剛她轉身之後呢 那被子就被她扯走了一點點了 那所以呢 就變成是她背部那裡 那裡 那被子是凌空了 就被我看到她是穿著短褲仔的 那不是她短褲仔下面 大腿後側 就是我看到 那我當然不客氣啦 那我兒子一直這樣爬來爬去 那我的手 就伸進去摸她大腿後側 那一路摸上去 就去到她的屁股那裡 那但是隔著一條褲的 就是我不敢伸手進去啊 又或者更加是不敢去 走去前面那邊摸她 那但是來到這裡我已經扯了旗了 就是我打算收手的時候呢 然後就又想試一下她 觸碰她的背部 那我觸碰她的背部之後呢 她有一下反應的 就是類似搓了一下 那我那一刻呢 立刻縮手 然後就走了 就是我這個衣仔蘇神呢 你說她正又不是不算很正 但又真的不是很差 身材是均勻的 是樣子白白正正的那些 你問我對她有沒有幻想呢 那其實經歷了這兩次之後 當然是有很強烈的性幻想啦 那想吃她呢就緊的啦 但是呢 我就不知道我可以 就是可以做到啦 還有是怎樣入手啦 因為我跟她已經開始了一個這樣的關係 有很多人扭損去另一個切入點 那跟她開始的嘛 那主持人你們明不明白我什麼意思呢 子恩子情你明不明白 嗯 怎麼說呢 我覺得你是一個家庭聚會 如果你要再進一步發展關係 就是影響了一個小朋友 對 就是整個家庭這樣 畢竟她不是外面的人 她是自己家庭裏面的人 最親那一堆也有 是啦 即是如果是家庭外面的人呢 那又沒有所謂 那又不是 哦又不是 只不過如果是家庭裏面 傷害更加大 是 那我想問問從女性角度看 子恩子情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那個女人 故事裏面的衣袖 我先叫她做Susan Susan她這樣做是擺明是尊登的嘛 兩次都是 為什麼 你留意第二次呢 有一個細節 她轉身 她轉身 我覺得有機會是 她是醒了 醒了 擺明是醒了 知道的 那轉身是為了什麼呢 可能不知道怎樣去面對事情 我覺得不像 假裝不給她們 什麼都不給 純粹享受當下摸摸摸摸 即是你會覺得她是享受摸摸摸摸摸 如果她那麼肯定她是辦睡 那 但是他是不是很長時間摸著都不醒來 Pol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第二次他在床上 大概整個過程維持了多久 其實我也是開頭不太久 大約一分鐘之後他就轉身了 一分鐘就轉身 轉完身之後呢? 他不想就立即 一分鐘就轉身 轉完身之後 將被子凌空了 然後就繼續摸 因為他轉身之後 他把被子凌空了 我的手才可以伸進去摸大腿 後面的過程呢? 其實如果他之前五分鐘左右 因為我又沒有特意計時 但是你覺得是超過前面 前面幾倍的時間? 肯定超過前面 這麼久他也不反應 如果他不想面對前面 前面沒有什麼好不好面對 如果他真的醒來的話 我覺得他就這樣坐起來 你來了嗎?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而是他這樣轉著臉 他還不是故意想給我摸他 那有沒有一個可能 像Paul所說 他是故意享受的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呢? 你們認為 站在女性角度去看 如果你是享受的話 你會不會推薦他這樣做? 如果是享受的話 應該會醒來一起摸吧 是嗎? 喔 OK 會不會是這樣? 妹妹被人欺負就不敢出聲 但如果遇到自己享受的話 她就會出聲 不要讓我合眼摸 一起 是呀 小小口大口咬吧 姐姐你是不是也是這樣想的? OK 多謝你 我以後問一個就可以了 另一個是一樣的答案 是呀 喂 這個有機會而已 子欣子情就這樣說了 Paul你怎麼覺得呢? 你自己怎麼看法呢? 你都覺得他是對的 是呀 所以他是享受的 我炸份你來多一點 我轉一轉身給你摸在後面 來啊來啊來啊 快點快點 是呀 OK 好啊 我們又要回答Paul的問題 他說我想進一步跟他有多些關係 我想進一步跟他發展 可以怎樣做呢? 一個炸份的人 嗯 收手 哈哈哈哈 沒有下次 哦 見好就收啦 兩次都沒事 給你過關 你不要再做第三次 第三次叫那怎麼辦 如果他真的那麼 如果他覺得不舒服 而你認為他沒有問題 那可能你會不會會錯意呢? 或者可能別人會是介意純粹 是不敢出聲或者怎樣才不說 可能我會想多一個問題 是 雖然我不會這樣摸人 那有沒有可能其實他享受呢? 我們剛才已經假設了這個可能性 但是現在第二個可能性是有沒有想過他不享受呢? 也有可能的 如果他不想的話 可以借一些話說的 暗示吧 但是他現在什麼都沒有 所以 Hengi的建議是這樣的 你就給他一個機會 他去表達他的意願 我不支持你也不反對你 因為這麼大一個人你知道自己做什麼 他也知道自己做什麼 你們的家庭一定要這樣 是這樣的 畫到關係圖有很多交叉X 轉來轉去 他又是他哪個同事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做 我也沒有辦法 你試探一下 但是試探未必用 一種主動的 可以一種被動的試探 例如是什麼呢? 我安排一個機會 我坐在他旁邊 看看他會不會對我做一些什麼 如果他是會自己閃開的 其實別人對你沒什麼意思 別人都不想和你進一步發展 那你就死了一條心 繼續打電話和我們聊聊天就算了 沒有教那麼多東西 我介紹個媽女你認識 有空看看他們的電影 有空看看他們做model的照片 就OK了 再加他們的IG、Facebook就好 好嗎? 好啊 我想到第二個試探 是怎樣? 就是待會我試一下睡覺 看看會不會挫賣你 OK OK 就是待會看看會不會挫賣你 你專門去家聚會的時候 你就在那個 密室的地方 或者自己一個人的地方 躺下 不過你剛才也說了 人家摸你的時候 你都請人殺奇 人家一眼都看到他發生什麼事 他都知道 你都給了答案給他了 答案不在你 是在你弟弟 說不定他幫我搞定了 行行行行 你後面那些不用跟我講 你自己再幻想 也都未必會發生的 你不要太大期望 過激你 希望越大失望越來越大 然後到後來 他會說 喝不喝 不喝就算了 我喝了 吃不吃雞翼 他沒有來摸你的 夠時間吃飯我要洗碗 快點 OK 好吧 你自己好自為之 剛才媽女給你的建議 你都記在心裏面 未必一定用的 記在心裏 他就擔心 你家的關係都太亂了 好不好收斂一下 芷晴他就說 是搞外面那些 不要搞裡面那些 關係都不太複雜 他就說 好 下次介紹媽女你吃 多謝你 拜拜 OK 好 麻煩你 拜拜 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會想 打來 我們說的事情 很多其實他想過 我經常都跟同事說 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已經深知了 但是他還在考慮的 其實不是哪些因素加哪些因素 就是你自己到自己心裏面的意願是什麼 很簡單 你們小時候讀書或者是成績差的 成績差的原因通常都是因為難 你們的智慧不會有問題 你不是說 智商有問題 發育腦袋不成功那些人來的 其實不溫書麥書就不合格 你們知不知道介智 全班30個同學30個都知道 我告訴你 那個Susan的細衣是睡著覺 叫不醒 其實這個男人才叫不醒 不是你 我試一下OK 你相信我 我試一下OK 不是你 Hanky我OK 他現在打來是想讓那個人推他 做一件事 Exactly 你就去吧 但是 自因自情說得對你了 後果自負 提一提了你了 默書 不溫書 是會不合格的 你只要不溫書 就去打機 就打吧 如果想看的話 記得去找他們 紫恩和紫晴 如果找不到的話 應該放在會員專區 進入會員專區就可以看到了 會員專區順便可以 跟我們TG Group 1700人的一個群組 一起聊天 也有過關的嘉賓 和風音的嘉賓 嘉賓主持 一起在裡面聊天 我們也會邀請 紫恩和紫晴一起加入進去 一起聊天 你們有沒有TG的 有 TG也會接到作 很少用 很少用TG 我自己很少用 我也是在群組裡聊天才會用 一起聊天 我們下集再見 以上的影片是經過山展的 如果大家想看竹本版 就快點加入會員 加入了會員之後 就可以有一個解鎖 就可以進入我們的TG Group 有超過1000位的會員 在裡面一起聊天 很多分享故事的當事人 都是在TG Group裡面 現在立刻就在下面 訂閱 還有 加入 就可以成為會員了 期待大家的加入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祝福 五 朋友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